墾丁大街上两派人马当街打起来 有人拿安全帽砸头 有的直接朝人丢椅子 就在大街上大乱斗 开车的杠上骑车的 安全帽成了武器满地滚 让围观路人看傻眼 最后骑机车的呼啸落跑 警方调查发明来自屏东的年轻人 骑车到墾丁 遇到两辆从桃园开下来的亲密游客 凌晨一点钟爆发冲突 原因是年轻人骑车路过汽车时 多看了一眼被呛看什么 居然就拿西瓜刀跟棍棒殴打 白车朋友驻镇一路追车 从墾丁大街追到南湾 救护车到场发现自来水公司的排气阀 被撞断 水喷了将近三层楼高 骑车落跑的双载机车 因为自撞扭折西护栏机车摔下水沟 追赶的汽车则是自撞排气阀 结果驾驶酒驾车上乘客一人死亡 警方事后逮捕三个人 讯问后发现八名年轻人 其中四个人未成年 而桃园亲密游客一人死亡 其他人目前锁定当中 呈一时口舌之快爆发大乱斗 衍生死亡车祸 跨年出游变调 无辜断送性命 记者张春华赛双吉林智慧 频道报道